我今天在旁边好了 我在EFQH好了 我在产生四个栏位好了 这四个栏位其实就是说 就有点像人家给你资料好了 那个资料给你之后呢 当然比如说老板要你做出年 年这一整年的报表 或者一整月的报表 或者哪一天的报表 或哪一周的报表 是哪一季的报表 那当然你如果你要做报表之前 你需要那个栏位 如果你没有那个栏位的话 你就日期栏位很抱歉 你是做不出那个报表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你必须要把一个日期的 那个讯息给抽离出来 那首先当然 如果我今天要把什么 把这个讯息里面的年 给抽离出来的话 那要怎么把它抽离出来 那当然你有两个方向可以思考 一个方向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当日期来看待 那如果把它当日期来看待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如果它是个日期 那当然对应到的话 你可以插网络 你可以用什么 如果你要取得年的话 那当然在日期时间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呢 义尔函数 那这个义尔函数做什么呢 意思很简单 就是把日期里面的义尔 独立出来就得了 OK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然后他问你说 你的Siri number 意思是你那个日期在哪里 在这里 那他就自动把这个日期里面 OK 把里面的年的部分抽离出来 就按确定的话 那就会是2019 不过如果说你想要显示是民国年的话 你可能要自己做一点计算吗 那怎么样 再减掉多少吗 1911 因为他义尔 他不是 义尔回来绝对不会是民国年的 因为是美国人设计 他根本完全不知道民国年的威势 所以如果说你要把它变成民国年的话 你变成要减1911 那如果你减完之后 他原 他很麻烦的地方 他如果曾经放过日期格在这里面的话 他就会怎么样 就会把它当日期格式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还要再多做一个动作 把它改回什么呢 改回通用格式 按确定 就会变成我们要的结果 也就是这个储存格 如果曾经放过日期 他就自动帮你改成年月日的格式 所以你要多做这个动作 那再来的话 月的话怎么办 顾名思义 有义尔 那一定会什么 month 所以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哪个日期 就是日期时间里面的month 然后你就给那个C-Lamber 一样 这个应该就比较没问题 12月 几号的话 那有义尔 有month 天的话 那顾名思义 就有个day D-A-Y 有没有 day OK 按确定 那当然你不要用day时 day时是 总共间隔的天数 还有呢 还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E-O-month 有没有 这个E-O-month还蛮有趣的 这个就是 end of month end就是结束 of month 就一天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是哪一天 OK 所以其实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函数 也许你们可以再往 那这个传回就是 比如说二月份的话 你不知道是28天29天 你可以用这个E-O-month 他就可以告诉你说 那个月的最后一天是哪一天 OK 然后你就知道是28天还是29天 那day的话 一样 我们就给他这个 他就帮我把年月日 那周期的话 顾名思义 你可以什么 可以用那个什么 weekday OK 不过呢 这个weekday的话 weekday 周期 那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给这个日期按确定 那问题啊 他回来会是2 2 今天礼拜几 今天礼拜 1 为什么是2 OK 特别是1 那你想说应该是 回来是应该是周 应该是1才对啊 我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一样的道理 因为这个 这个E-Sale是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呢 他们认为一周的第一天 跟我们认知的第一天 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我们认为一周的第一天 也许一般习惯是从礼拜一开始 上班日第一天 但问题是美国人 他们第一天是哪一天 星期天嘛 OK 所以呢 回来为什么是2 因为呢 他是一个礼拜的第二天 那这是美国人的设计思维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用weekday的话 可能你用这样的方式 记会比较好记 但问题你想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我不要变那个2 我要变周几的话 有没有办法 一样嘛 当然可以 只是说你要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你要再把出现的格式怎么样 再用日期里面的什么 日期里面的周期 有没有 按确定 他里面就出现周一了 OK 不过这个是因为格式的关系 他里面实际上还是放一个数字 首先特别注意 这个是用日期的角度去思考 另外第二个你可以用文字的角度去思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我假设我今天已经知道有这些字了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切 前面的lab的三个字 切后面从这边第几个字到第一个 用mid的有没有 这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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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把108放在这边来 把12放这边来 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把它当什么了 当文字来看待 OK 如果我要把它当文字来看待的话 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 这个也非常重要 两个方法 其实都可以 只是说 有时候你们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去完成 哪个方法好呢 其实我觉得各有它的优缺点 因为用这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的话会比较直觉 因为你看到是什么 切过还是什么 但是呢 你必须要先做什么 当然如果说我前面展过 如果你108直接过来 你想说前面三个字 那你的直觉是把它当文字的话 第一个就是什么 用文字函数 前三个字的话用let efd有没有 前三个字 let 确定之后的话 这些字的前三个字 那你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它变成438 为什么 到底很简单 刚刚有显示吗 因为它里面 实际上就是438 不知道多少忘记 反正有五位数字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用letfd切割的话 你会看到的跟你得到的不一样 那为什么会有这差别呢 因为你要必须怎么样 如果你要看到跟你要切割是一样的话 那你必须先把这个资料先什么 先透过一个东西 一个函数 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 txt 有没有 先真的把这些转换为文字 再做letfd切割 就会成功了 有没有印象 好像我记得我们在第一周吧 还是第二周就有讲到 而且我一直强调 这个函数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会这个函数 很多的你看到跟你要的是不一样的 怎么做 请各位先练习一下 来与先练习 刚刚讲过 e 那个year monthday跟weekday ok 再思考一下呢 如果我不要用日期函数 我要用文字函数 那我直接把这些做切割的话 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第一个 也是一样 其实日期跟时间 里面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解决如何把一个储存格 日期你所看到的把它做分割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再把它 再把它变成变回日期 就是再把它合并 大方我印象中最常遇到 不外乎就是日期的 蛤 谢谢大家